哈喽,大家好,我是十三,一个暗氧化的人 总被修剪月季了 这个下了一个多月的雨 很多月季都黄野然后黑斑了 黄野黑斑 这个时候呢,打药是肯定必须要打药的 但是修剪也是免不了的 所以说这些月季呢 以前给大家上视频也上过很多次了 大家知道我这个在家里这个露台上这些月季呢 处在一个散仰状态 就是根本就没回来管它 如果是下雨的话 我可能一个月都没来看它一下 现在没下雨的话 我浇一下水 也就是几天,四五天才浇一下水 看温度吧 然后长得是很七五八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的长得只条到一米多高了 一米多高 所以说这些我打算全部来一个不能说纵剪吧 因为温度升高了 但是也要,我们也要给它剪 剪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枝条是很多的啊 所以说我们还是一个方式就是把这个枝条出油费 然后送给花友们 因为一直有花友们也在问这个问题 像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抢风 我也没回来,它居然差不多一公分啊 这个搞了一米多高 可能两米了,差不多两米多高一条枪松 这个时候,木质画的时候我们全部要剪掉啊 全部剪掉 这个瓶种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瓶种大家知道很多种 这个黄公,黄公,然后这个应该是卡罗拉吧 瓶种非常多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多 然后我们修剪,修剪每个人的枝条大概在30 可以牵扎30颗以上吧 瓶种我们就是红河 什么瓶种都有,有大花,也有微月啊 切花系列都有,这个是一个温光环的品种啊 非常优秀 然后还有这种多头啊 大家可以看,因为下雨的话 花宝没有打开啊 但是,头非常多 这个是一个紫物泡泡的品种 这个,是我养了很多年,也很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有很多头 肥料是可能说,年前有下过一次啊 包括这边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枝条 非常壮啊 这个黄叶没关系啊 黄叶到时候我们给它 剪掉就行了啊 因为这个,牵扎不影响 所以说,这些枝条我们剪下来是可以继续用的啊 继续用 看一下,非常高,非常多啊 这个时候,我想啊 如果大家要这个枝条牵扎,就私信我一下啊 看到这个视频,私信一下 我们星期天有空,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做一下啊 这个,天河啊 那个,品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经常看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 哦,这给月季的品种有多少啊 所以说,视频我们就 简单的拍到这边啊 到时候,我们如果 啊,修剪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再拍视频 要有月季之条的啊,就私信一下 好了,我是十三 谢谢大家